大家好,夏天要多吃这些的菜盒子,不用发面,面皮柔软,凉了不硬,皮薄馅响,比韭菜馅的都要好吃十倍哦,新手一看就会,一圈三连,求个关注。 首先,盆中准备300克面粉,放入2克食用盐,增加面粉的筋性。 很多朋友,和面的这一步就做错了,有的只用凉水和面,那样做出来的美食不够柔软,非常的硬。 还有的用开水烫面,那样失去了面粉的筋性,和面的时候有点沾手。 正确的和面方法,是用不冷不热的温水,把面粉填调成面絮。 这样和出来的面,做出来的美食,特别的柔软,凉了不硬。 面絮调好之后,下手再和成面团。 最后和成这种软软的面团。 上面盖上盖子,放一旁饧面15分钟。 今天去小菜园里,又摘了一把麻齿剑,洗干净。 改刀把它切成小丁。 切好之后,放到我家祖传的盆中。 再准备29根韭菜,洗干净,把头切掉。 最后切成韭菜丁。 切好之后,和切碎的麻齿剑放到一起。 先不用调味,用筷子把它炒满均匀。 放一旁备用。 这时候面团也清好了,直接把它搓成长条。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。 下面把面团揉一下,揉成圆形,用手按扁。 最后把它擀成,薄厚均匀的面片。 像这样一次擀好,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,先把切好的麻齿线倒在一个小碗里面一份。 在另一个小碗中,打入两枚母鸡蛋,用筷子充分地搅散。 这时候开始拌馅,往里面放入香油,充分地搅拌均匀,锁住麻齿线里面的营养不流失。 放入半勺调味料,半勺鸡粉,一勺食用盐。 把搅好的鸡蛋液先倒进来三分之一,用筷子搅拌均匀。 上面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 这样拌出来的馅儿,才又香又美味。 然后取出一个擀好的面片,放到案板上。 调好的馅儿,倒在面片的中间。 用筷子把它摊平,整理薄厚均匀。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,面片的四边不要放入馅儿,方便下一步操作。 再从下面往上面遮个二纸宽,用手轻轻地按一下,排排里面的空气。 每遮一层,轻轻地按一下。 遮到最后,把下面这个面头放到下面。 两边轻轻地用手按紧,这样里面的馅儿料就不会溢出来。 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 一次像这样,全部卷好。 放一旁备用。 下面准备一个电饼锅,放油,抹均匀。 把菜盒子均匀地放进来。 上面找一个另一个锅盖,盖到上面。 煎个两分钟,底面煎至金黄。 时间差不多了,打开盖子。 用个铲子把它翻到另一面,金黄漂亮。 再把盖子盖上,把另一面也煎上两分钟,煎至金黄。 大家看一下,这个菜盒子大概煎了五分钟,用铲子按压,立马回弹。 两面煎至金黄,像这样就说明熟了。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 趁热吃,面皮焦香酥脆。 里面的馅料,清香美味。 出锅。 我们为了吃着更方便,可以把它切开,放到盘中。 搭上桌,一家人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。 这会儿也不烫手了,拿一块儿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。 面皮非常的薄,又柔软。 里面满满的馅料,鸡蛋裹住蔬菜,非常的美味又营养。 按照这种方法,做出来的菜盒子,马尺剑鲜绿,一点也不出水。 我已经馋了,口水从眼角都流出来了。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。 哇,真的是太香,太好吃了。 一点都没吃出马尺剑的酸味,满口都是鸡蛋的香味。 吃上一口,还想咬下一口。 真的是比肉血的还要香。 喜欢的朋友,你也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就连家里有挑食的孩子也抢着吃。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你喜欢,请点赞收藏,转发出去,让更多的家人都能学会这个做法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